史上最大半導體嘴炮戰 就看這五年的競爭格局定勝負 今年一定是非常精彩的一年 半導體產業呢 在接下來的幾年呢 一定會發生血戰的 非常值得期待 哈囉大家好 我是Amy 在前九集的半導體爭霸戰系列當中呢 我們說過了 中國政府想要發展半導體產業的話 真的是太燒錢了 而他剛好又遇到了美國 這個最會用制度和體系來圍堵對手的國家 所以美中科技大戰呢 這個中間真的非常值得期待 不過現在看起來 中國政府好像真的很拼耶 最近中國廣電總局呢 竟然推出了大型製作2022年的重點 電視劇叫縱橫星海 星呢就是晶片的意思 在中國他們把晶片叫做晶片 那像中芯國際它的名字呢 取的也就是這個星字 這麼縱橫星海的劇情呢 是講一群由海外呢 回到中國發展中國半導體產業的頂尖人才呢 他們突破重重困呢 好不容易才把中國晶片給做起來 雖然現在還沒有公佈演員名單 不過現在媒體都盛傳呢 會有剛剛離婚的中國男星黃曉明呢 還有娶了台灣女星陳妍希的 台灣女婿陳曉所主演 講到這裡大家就不禁非常好奇啊 不知道我們護國神山台積電 台灣機體電路在這個劇中呢 會不會被滅了 還是呢會變成 中國台灣台積電呢 變成一家中國第一大的半導體公司呢 現在都還是蠻值得期待 不知道我們護國神山 在這部劇裡面的秘密會是如何 不過有看我們半導體爭霸系列的 大家就知道呢 這個問題真的沒有這麼簡單 光是海歸人才這個部分呢 我們就做過一集影片 專門來討論 中國政府吸引海歸人才的千人計畫 是如何在網路上被全面消音的 現在呢就連頂尖科技人才 存續問題都遇到非常大的挑戰 那就更不用說這一次新冠肺炎 真的把全球各國政府都給嚇壞了 我們知道沒有晶片就沒有辦法生產嘛 汽車沒有晶片就做不出汽車 那現在好不容易能買到半導體設備 就連二手的設備都大漲17倍這麼多耶 要不是台灣的疫情控制的很好 台灣的工廠都持續生產出貨沒有停工 現在全球的晶片荒 真的不知道要絕望到什麼程度 譬如說呢最近歐盟的官員 他就直接說了 如果沒有台灣的話 全球的工廠三個禮拜就會全面關閉 台灣現在真的是全球半導體產業的堡壘啊 世界各國呢都被這次的晶片荒給嚇壞了 所以這幾天呢 美國和歐洲都接連發生了大事 在2月6號時候美國眾議院呢 通過了一部3500億美元的美國競爭法 這就50年來美國政府對於科技製造研發上面最大的一筆投資 而美國眾議院的科學委員會主席A.D. Johnson 他就直接挑明了說 這一次美國競爭法呢 可以幫助美國將會跟中國大幹一場 那這部美國競爭法呢 他還會特別拿出520億美元 來投資美國本地的半導體產業 另外呢 還會投資在製造業供應鏈上面 總共450億美元 那歐洲又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呢 歐洲是全球汽車製造業的大本營 你終究都要開歐洲車了 對嗎 大家終究都要開歐洲車了 對嗎 所以這次呢 新冠肺炎疫情呢 對於歐洲汽車製造業的影響真的非常大 沒有晶片汽車根本就出不了貨 所以呢 這就導致在2月9號的時候呢 歐盟職委會公布了 歐洲晶片法借顧法案 他們呢 將會拿出480億美元的預算呢 來投資歐洲本地的晶片製造業 目標是要提高歐洲本地的晶片自製率 現在歐洲生產的晶片呢 占全球市占率大概是10%左右 那歐盟希望在2030年的時候 能夠提高這個市占率到20%的比率 那這樣呢 在歐洲本地就可以自產自足 就可以降低對美國和亞洲晶片的依賴了 而且歐盟官員講得非常清楚 他們非常希望能夠爭取台積電 三星和英特爾這三家公司到歐洲去設廠 那也非常希望能夠跟台灣合作 哇 美國拿520億美元投資半導體 歐盟拿480億美元投資半導體 在之前影片我們也介紹過 中國政府拿出了3400億元人民幣呢 花了10年的時間做兩期半導體大基金 剛好也就是500億美元 哇哇哇哇哇哇 現在世界各國真的是 進入了新一輪的半導體軍備競賽啊 接下來呢 整個半導體產業都會非常的熱鬧 我們現在已經看到了台積電的美國廠 正在如火如荼的建廠當中 而且現在台積電呢 正在研究呢 要到日本或者德國設廠的方案 那我們知道呢 韓國三星集團的副會長李在榮呢 他先前因為賄賂了韓國總統普錦慧 而被判刑入獄 沒想到呢他在獄中呢 整個三星集團的重大決策呢 都沒有辦法拍板 所以呢到最後韓國政府呢 不得不以國家在疫情之中的 經濟考量為理由 讓他坐了七個月的牢 就把他放回去提前假釋出獄了 這在韓國還引發了不小的爭議喔 李在榮一出獄以後呢 他立刻就決定拍板 要到美國去設半導體場 而且呢他在去年底的時候 還親自飛了一趟美國 去選定半導體場的用地位置 現在呢可以說是各國都非常的摩拳擦掌當中 動作頻頻啊 而在半導體產業神一般存在的傳奇公司 intel呢他更是非常的誇張 這幾年呢intel的經營陷入困境 那他去年才剛上任的新任執行長 基辛格 Pat Gelsinger呢 當然他也是一個老intel人呢 他就宣布他絕對不會放棄晶圓製造 而且他會在美國和歐洲呢 分別蓋上最多八座晶圓廠 那在前不久呢上個月的時候 他們還宣布要在惡害 在俄洲投資200億美元蓋做新的晶圓廠 真的是來勢洶洶 上騙了各大財經媒體的頭條啊 而且呢這個基辛格呢 最近在台灣呢也是非常的紅 因為他為了要搶美國政府的這些投資呢 他竟然在Fortune雜誌的科技論欄上面公開攻擊台灣 他說台灣是一個非常不穩定的地方 北京都派軍機飛到台灣來了 我不懂美國政府為什麼要投資台積電 為什麼不投資美國本地的半導體公司呢 -2740 從中國飛到台灣空空空間 -上星期間 -這會讓你更舒服嗎 當然大家都看到了 後來呢我們台積電的創辦張中謀 他就直接出來隔空回嗆 他說呢intel在五年之內呢都回不去啦 現在基辛格已經60歲他65歲就要退休 他不太可能帶領intel重返現況了 他對TSMP現在也很不客氣喔 我也不過只是 你只能知道 所以我 來吃糖 真的超好笑的 我才發現原來張中謀也很嘴耶 那基辛格他當然知道自己說錯話啦 他就趕快飛來台灣跟台積電重修就好修補關係 然後呢他還特別錄了一段影片 跟台灣民眾問好喔 -在這個中心中的新興趣 -在數字化是台灣 -這並不除非台灣的 -這並不除非台灣的 -在這幾年之中的新興趣 哇真的是太精彩了 史上最大半導體嘴炮戰 就看這五年的競爭格局定勝負 今年一定是非常精彩的一年 半導體產業呢 在接下來的幾年呢 一定會發生血戰的 非常值得期待 intel的執行長呢 好好的都已經60歲了 而且其實我覺得他長得還滿帥的耶 他好好的幹嘛 他要來攻擊台灣呢 其實呢 我覺得這個執行長是滿厲害的一個人 他現在遇到的這個局面 還真的是非常的棘手 intel是全球最強半導體公司 而且他們有世界上最強大的 CPU中央處理器晶片組 而且intel還是一家所謂的IDM廠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他不但可以自己設計晶片 做非常複雜的晶片組和處理器呢 而且他們還有自己的晶圓廠 他可以把這些晶片呢 自己都做出來 不需要委託像台積電 這樣的代工廠來製造 那他們還有自己的封裝測試產線 可以說intel呢 他是能夠從設計到出貨 完全都自己做出啊 是一家非常強大的公司 雖然現在intel在市場上呢 遭遇到非常強大的挑戰 可是他的當家的CPU呢 還是有80%左右的市場佔有率 而且呢 他隨隨便便就可以拿出 你所不知道的隱藏版專利科技 可以說還是一家非常強大的半導體公司 可是這個60歲執行長基辛格呢 他現在遇到的最大困難 就是他們的晶圓製造出了問題 他們在先進製程的部分呢 推進到10奈米之後呢 就推補下去了遠遠的落後給台積電 讓他們現在呢 也把自己的10奈米製程改名叫做intel 7 就表示說 我們10奈米其實就是台積電的7奈米啊 欸其實你要改的話 那你就早改啊 在先進製程上面的落後呢 這就使得intel自己生產的處理器 其實是拿不到功效最佳的晶片的 可是台積電有啊 這就使得intel在處理器上面的 最大競爭對手amd趁機竄起 因為amd他就是用台積電的晶片 那所以amd的處理器呢 就能夠用到現在全世界最好最先進的晶片 那他的效能呢 就會超過intel的處理器 先進製程受阻呢 真的是很大的麻煩 因為半導體科技的競爭真的是非常激烈 你在這個地方落後了無法突破 市場是不會等你的 如果你沒有辦法給我效能最好的處理器 那我到底為什麼要等你呢 在2020年的時候呢 蘋果公司就擺脫了intel 他自己用arm架構呢 設計出了在Mac電腦上面 所使用的M1處理器 那沒想到做的非常的成功 這就讓大家看到 哦原來arm架構 我們以為arm架構是在移動設備上面 用比較順的 沒想到原來也可以在電腦上面用 這就打破了PC領域呢 傳統上都是以intel主導的x86架構為主的迷思 那現在呢很多傳統的PC廠商呢 就包括連微軟呢都加入了 他們大家都對arm架構越越遇事 紛紛的推出自己的產品 還有設計自己的服務呢 想要加入這個市場 那當然到了這個地步呢 intel 就發現 我現在是不是被大家圍攻了呢 又譬如說呢 以前intel很習慣呢 用多個CPU中央處理器來跑運算 可是呢 現在有很多計算機的運算結構呢 已經改變了 變成了CPU加GPU加DPU 這樣的多元結構 就是一個中央處理器 加上一個繪圖處理器 加上一個資料處理器 那這樣的跑法呢 就形成另外一種多元的結構 這跟intel以前所習慣的 CPU處理器的結構呢 就非常的不同了 新的運算結構已經出來了 可是你的CPU中央處理器 還在上一代 你沒有辦法推出更強 更具效能的產品 請問一下 你是要怎樣 跟這樣新的運算結構來競爭呢 這是一個非常恐怖的問題 因為在這樣新的運算結構之下呢 就跳出來另外一個 非常強大的對手 NVIDIA NVIDIA跟AMD還是不一樣的 AMD它是CPU中 它處理器也非常強 可以跟intel正面直接對決的一家公司 可是NVIDIA 它其實是做GPU繪圖處理器擅長的公司 那現在呢 這種多元運算結構裡面呢 也冒出來一個非常可怕的敵人 NVIDIA已經是intel越來越大的威脅了 而且NVIDIA它也是用台積電的晶片 也就是說呢他們現在用的就是全球最強效能最佳的晶片在做計算 可是NVIDIA的處理器呢 卻沒有做出這種的效果 因為他們自己的晶圓廠 生產不出來最好的晶片 所以我們看到在過去一年來呢 intel的股價是從70美元掉到了50美元 可是NVIDIA還有AMD的股價呢 卻是一路向上的 現在intel的市值呢是2000億美元 可是NVIDIA的市值呢 已經一路來到了7000億美元 很帥intel了 而且呢 眼看AMD的市值呢 也馬上就要追上來了 如果你是基辛格的話 你會覺得很著急 他現在最當惡之極的問題 當然就是要讓能賺現金流的產品 趕快恢復正常 所以呢他現在呢 他的CPU中央處理器 還有各種能賣錢的產品 都應該要趕快用上那個全球最強效能最佳的晶片 真的不要再堅持自己生產了 不然市占率一直掉 市場一直掉 營收馬上會受不了的 這也就是為什麼 基辛格必須要飛來台灣拜會台積電 拜託台積電幫intel開一條專線 專門幫intel生產晶片 因為只有這樣呢 他的處理器還有各種當家產品的市場 才能夠拿的回來 他的現金流呢才會轉為樂觀 而且呢 如果台積電幫intel開了專線的話 其實他也等於是 擠壓到了AMD和NVIDIA的產能 你看我幫你開一條專線生產 其實我接其他公司的訂單的空間 就會被壓縮了嘛 所以其實基辛格這樣做呢 可以說是非常聰明的 基辛格呢 他一方面要能夠穩住公司的現金流 就要靠台積電來拯救 可是在另外一方面呢 他又要拯救他們公司裡面 晶圓製造廠裡面先進製程的問題 他很想要追趕台積電 他又要靠台積電 可是他又想贏台積電 這真的是毛雨頓的戰爭啊 所以呢才會出現他在美國國內 大聲疾呼 美國政府要投資美國本地的公司 不要投資台灣公司 可是呢 他轉身來又跑來台灣 向台灣求救的詭異畫面 啊我覺得這真的非常有意思耶 在全球半導體市場上面的競爭呢 真的是非常的複雜的 你要同時處理好合作關係 可是你又要處理競爭關係 怎麼樣能夠同時駕馭好兩條路線 讓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這真的不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啊 現在大家都很想要台灣合作 希望台灣能夠支持 可是大家其實心裡也都蠻怕台灣的 所以呢身為一個台灣人 我覺得現在真是一個非常好的這個時機 我們可以見識到全球頂尖商業競爭的 這種合縱連橫關係 這遠比我們之前講到中國半導體產業 那種衝衝衝只會向前衝 因為他還在非常初階萌芽的階段嘛 他不會牽涉到這麼利益複雜的這個市場糾葛 所以呢就連我自己都非常期待看到 台灣接下來會有什麼樣的做法 能夠跟各國呢 既競爭又合作 還能夠保持自己的優勢 一定會是非常精彩的 好的那當各國政府紛紛投入半導體軍備競賽 英特爾巨人掙扎向前 其他後起之秀 紛紛撲上來圍攻巨人的時候 這樣的資本競賽投入呢 也讓不少人感到擔心 半導體產業有沒有可能 在幾年之後出現整體產能過剩的問題呢 那接下來的戰爭格局又將怎麼樣的發展呢 我們下一集再說 喜歡我們的影片請記得幫我們按讚 還有記得按訂閱頻道加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喔 掰掰